百变斩脱 末世变幻 战术莫测 压白脸成钢 无惧不待 相信梦想一直都存在 那天的流星划破黑夜 炙热的火过闪电 斩脱与你 超越宇宙边界 当我身边 风驰天 雪鸠靠着山寄入殿 就像灵火的肚子勇往直前 掩天之地 地球感一如烟 有同意我的有意见 不可摧耀 百变斩脱 末世变幻 战术莫测压白脸成钢 无惧不待 光明中战胜黑暗 百变 发射 斩脱旋转释放 月亮 云 战 百战千回 永不言白 相信梦想一直都存在 战斗之道 百变为王 通过战斗高低轴变化和变形环的搭配 实现一个战斗的四重战斗形态 战斗少年龙晨与万星王子相遇 守护地球和百变星的战斗 就通过百变战斗来一起见证吧 我还会回来的 我和薇业龙旗随时迎接挑战 龙晨哥好帅 太酷了 你是我偶像 偶像 我觉得我验龙晨高轴最厉害 财富呢 肯定是低轴最厉害 高轴最厉害 低轴最厉害 龙晨哥你说哪个最厉害 这个毛 我知道了 你们看 高轴包括攻击模式和平衡模式 这个时候 战斗重心升高 坨尖回收 游走速度更快 酷 低轴呢 包括防御模式和持久模式 四时 战斗重心降低 坨尖外露 旋转更加稳定 这个也很厉害 不管是高轴还是低轴 根据不同的对手和场地选择合适的模式 才是真正的百变之道 学得还挺快嘛 因敌质疑 战术百变 这就是百变战头的魅力哦 我现在就去试试 等等我 加油 加油 王子 你怎么了 曾经在百变星 大家也是这么开心玩战头的 但因为百变星能源枯竭 我们只能被迫离开家园 在宇宙间寻找能让百变星重新恢复的能源 我们发现在地球有能源反应 但是在降落的时候遇到宇宙风暴 为了保护子民的安全 我在对抗宇宙风暴时 遇到黑洞和大家失散 王子 不要难过 现在你和大家都没事了 多亏了你的帮助 我才能成为百变战脱手 我也一定会帮你一起收集能源 重建家园 谢谢你们 先去把肚子填饱吧 哇 这就是地球的交通工具吗 跳舞我喜欢 你的口耳朵装饰太可爱了 你们也是其他外星来的 外星 你说话好有趣 一起拍照合照吧 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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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着火了 啊 着火了 快跑啊 我都玩 还没跟钱呢 呃 抱歉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知道这是饺子 你连饺子都不知道 他是外星人 你是外星人 准确来说 是百变新的王子 王子你好 我叫东东 很高兴你来到地球 好吃啊 我太激动了 王子 你等等 王子 这是代表我人类的一份心意 请你吃的饺子 这龙是今后龙城成为百变战脱手的 东东家的公主饺子 一如既往的好吃 先说明 本王子可是尝遍众多宇宙美食 不是什么吃的都能打动我的 啊 哦 这个饺子是我吃过最美味的食物 老板 快给我来两龙城饺 啊 老龙龙城 大哥 就是他 哼 真是冤家路窄啊 哼 只要你跟我弟弟道歉 再把这两份饺子交出来 我就放过你 是他霸占公园 不让大家玩陀螺在先 凭什么让我道歉啊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去 不许欺负恩狗 他是我的朋友 还有 这龙饺子 是东东请我吃的 你又是谁 我看你是狗拿耗子 多管闲事吧 在我们败变兴 谭耳朵就是最大的羞辱 满部讲理 还欺负我朋友 我要用战坨对决 向你发出挑战 正好 在收拾那龙臣小子之前 拿你来热热身 百变战坨空间 开启 场地锁定 宇宙恒星对战场 难度二星 这对战场不一般呢 装枪作势 看我铁头将军怎么打败他 好大的攻击环 请战坨手进行摆变战坨模式选择 雷婷战神 又能和你并肩作战了 选择战坨模式 不同的模式能取得不同的战术效果 所以对决之前 模式的选择非常关键 扭转变形环 低轴缩近 百变战坨 低轴防御模式 百变战坨 高轴攻击模式 三 二 一 百变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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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在坑底的乌龟可没用 铁头将军 先翻他 好可怕呀 雷婷战神毫无还手之力 铁头将军选的是高轴攻击模式 搭配大了一圈的攻击环 产生出强大破坏力 没有战坨能撑得住铁头将军的攻击 这 怎么可能 你只有这点实力吗 我不服 铁头将军 铁头弓攻击 是 嗯 嗯 啊 啊 产生出铁头将军这么强的攻击 雷霆战神竟然一点都没移动过 一轴防御模式的雷霆战神 将重心降低到极限 紧贴地面保持平衡 同时内收的变形环 让战驼变得浑然一体 根本无懈可击 王子的战驼实力竟然这么厉害 大一圈的攻击环 的确能加强攻击力 但你却选择了高逐攻击模式 造成头重脚筋 导致回旋力消耗非常严重 这样一来 如果不能很快击败对手 便会自己落败 我没说错吧 王子要赢了 比赛结束了 什么 合击剑 超级铁炮弹弓箭 明明一对一的战驼对决 居然不遵守规则 找人偷袭 能赢就是我们战驼社的规则 没错啊 这不是以多其少吗 五燕龙旗 我们上 龙臣住手 这是我和雷霆战神的战斗 我绝对不会输给破坏战驼对决公平的家伙 出来吧 雷霆战神 什么 好强的威力 这真的是地轴防御模式吗 雷霆天罗 划破黑夜 游戴火火闪天 我与你超越与众并肩 向我身边 这电车靠着山体如烟 就像女巨人 自幽闻一眼 天天之鼻鼻 一样一如烟 可 有一剑 不可 摧热 我怎么赢了 一顿二都能赢 这王子的势力也太恐怖了吧 它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现在可以道歉了吗 对不起 对不起 让我们要求香出炉的饺子 救助王子胜利 胜利 太好吃了 将来 我要把功夫饺子馆开到百变香 让所有的战驼精灵都来尝一尝 臭名昭著的战驼社成员李强 向龙臣发起挑战 龙臣该如何应对这名强敌 请看下集 陀罗社的纠纷